当一个投铁宝宝决定要离开他的田爹去独自美丽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马自达表示 这个剧情我收 我来跟你说 大家好 这里是海黎汽车台 我是马自达爱好者海黎 我们今天继续聊投铁宝宝马自达 08年 投铁宝宝马自达终于甩掉了管了他30年的福特 开始了诈心诈心的新生活 此时的马自达偶尔自信 在技术上 他拥有世界一流的汽油和柴油发动机技术 再加上自己的独门绝技 转子发动机 这让他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家 有能力同时研发和量产三种发动机的车企 在群众基础上 他主打的人马合一 开着带劲的品牌风格 虽然做不到人尽皆知 但也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一种铁粉 在对自己的认识上 马自达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 他终于不再追求成为世界一线车企 而是甘心去做一个规模不大 却熠熠生辉的品牌 这可不是我自己编的 这是马自达自己说的 带着前所未有的清醒 马自达出门又转 大喊着我要干翻这个世界 然后转头就被这个世界干得服服帖帖 那么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啥 首先是世道变了 08年前后 马自达最一中的两个市场 日本和美国 都因为经济危机 车卖不动了 美日市场不咋地 欧洲市场更残 和美日不一样 当时欧洲在猛推插电混动呢 马自达搞的油车一点也迈着不上 总结下来就是 欧美日全完 要不是当时靠中国和东南亚市场撑着 马自达的销量肯定血崩 其实这还不算啥 尴尬的是 因为前些年和福特绑得太深 马自达和福特同质化严重 比如发动机 马六用 蒙迪欧也用 比如底盘 马三用 福克斯也用 这都不能说是套娃了 直接双胞胎了 马自达这边天天念叨 ZoomZoom人马合一 都禁不住福特的销售来一句 底盘其实都一样 您看我家车配置多高 直接 但和第三点比起来 前面俩连开胃菜都算不上 08年前后 电动化来了 08年那年 丰田的混动车 已经在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1700万辆 而特斯拉的Roaster已经量产 北京奥运会上 已经出现了纯电动大巴 电动大潮席卷而来 而马自达呢 别说电动车了 它连点混动都没有 相反的 马自达一边瞅着 他手里的汽油机 柴油机 转子发动机 一边说 你们这些烧油的宝宝们 你们好美呀 好可爱呀 好香香啊 眼瞅着08年之后 马自达的销量 又开始往下出流 感觉他离第四次生存危机 也不远了 如果你是马自达 你会怎么办 等死是不可能等死的 那么是找其他车企 抱团取暖 还是放弃之前攒下来的一切 缩哈电动化 马自达左想想右看看 一顿分析盘点 决定 找更香的发动机 和电动车正面刚 他为啥不能换条路走 非要死磕发动机呢 因为 在马自达不算长的造车历史中 他唯一没有中断和放弃过的事情 就是研究发动机 马自达历次翻身 也都离不开新的发动机 甚至 马自达的很多员工 都是生在广岛 长在广岛 从小就是看着马自达博物馆里一款款新车长大的 毕业以后就到马自达工作 搞的就是发动机 而且一搞就是一辈子 所以马自达上到高管 下到技工对发动机的热爱 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而且除了继续搞发动机 他也没别的路能走呀 混动这块 不插电混动 能被丰田捶死 插电混动 又干不过大众日产 纯电动那么贵 又整不起呀 我太难了 那既然燃油车还有市场 还能挣钱 就跟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吧 就这样 马自达在燃油车这条看着不好走 也的确不在好走的路上 继续走了下去 他能做的 就是不断突破发动机的效率极限 让马自达在经济性上 还能和电动车一战 他甚至在05年 就制定了一个中长期计划 这个计划的执行依据是啥呢 就是和电动车的生命周期 去拼碳排放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电动车香不香 香 可是你电动车 不管是电池还是电 那也是要消耗资源的呀 来来来 让本宝宝给你算算这笔账 从挖矿开始啊 电动车用的电池 那得是从挖锂啊 骨啊 镊啊 铁啊 啥的这些矿产开始的 你挖它 不就得有碳排放啊 你把矿石运到工厂 工厂再加工 这不得有碳排放啊 对了对了 好多挖矿的 那可都是同工啊 这笔良心账 你也得算算吧 完事你发电 输电 存电 这不得有碳排放啊 一辆电动车那么沉 每开上一公里 那不都得比烧油的车 多点碳排放啊 等这电池不能用了 你回收它 那不又得好多碳排放啊 最后 马自达得出的结论就是 只要我没五年 能把发动机的效率 提高30% 那我家烧油的车 就比电动车更低碳 你听完它这套理论吧 你觉得它是能讲通的 它说的电动车的问题都对 但是总感觉哪有些不对 比如说 你提高发动机效率 可人家电动车也没呆着呀 你说发电污染环境 可光伏风能 那也是越来越多呀 所以 你听它这套理论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就想搞燃油 就想搞燃油 over 人家都是PUA别人 他是PUA自己 这个脑回路 也是没谁了 就这样 在电动大潮 势不可挡的潮流下 马自达还是义无反顾的 扑向了前途 愈加暗淡的发动机世界 搞起了自己的下一代发动机技术 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创池蓝天 看过马自达第三part的小伙伴 应该还记得 马自达决定抛弃福特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双方在研制下一代发动机上的分歧 福特坚决要搞小排量涡轮增压 而马自达则坚持搞自然吸气 从整个汽车行业在当时的选择来看 福特选的方向显然是主流 欧洲和中国那个时候 也都是大搞特搞小排量涡轮增压 而马自达的自然吸气路线 显得尤其孤独 为啥小排量涡轮增压是主流呢 因为这项技术 既可以轻松通过各个国家的尾气排放测试 又能获得很高的功率和扭矩 算是个卖点 但马自达认为 小排量涡轮增压 只在理想的转速下效率高 在现实世界里 发动机经常工作在不那么理想的转速下 不管是拼油耗还是拼耐用 创池蓝天都更高效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决定权不是在福特手里 也不在马自达手里 甚至不在所有的车企手里 决定权在消费者那儿 于是bug出现了 那就是很多消费者并不买账 对于买车的人来说 我十几二十万都花了 买不就得买个发动机参数牛逼一点的 零百加速比别人快点的 至于油耗和耐用 我哪知道你这个什么创池 什么蓝天是不是真好 更要命的是 创池蓝天发动机的纸面数据 跟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 完全没法比 你马自达天天宣传这个车开着来劲 人马合一 可你零百加速 除了丰田得谁输谁 开都开不快 能来啥劲 但这个事难不当马自达 首先零百不够 外观来凑 10年 马自达发布了一个叫混动的设计风格 马自达给出的关键字是 日式 灵活 快速 运动 这个混动风格辨识度非常高 最先用上的量产车 就是马自达的SUV CX-5 配合混动 马自达还搞出来一个叫做 惊艳混动红的骚气颜色 作为马自达所有车型的主颜色 来 咱们仔细看看 你就说美不美 真的 马自达这套外观设计相当成功了 它不光和欧美日韩的车不一样 它跟其他日本品牌也很不一样 而且也不是像领克那种青蛙军槽似的冲击 一上来需要人先适应适应的过程 第二 马自达长期坚持宣传 人马合一的驾驶体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它甚至还开了一个马自达洗脑学院 说错了 是马自达人马合一学院 你没看错 这个学院的名字就叫人马合一 马自达也知道创始蓝天这套动力系统 拼数据拼不过温轮增压 所以就把全世界的销售给请过来 让他们在人马合一学院里天天开马自达 体验啥叫开着带劲 啥叫人马合一 就问你服不服气 你现在去马自达任何一种语言的官网 都能找到详细的关于马自达创始蓝天 人马合一 混动 还有马自达研发各种发动机的详细资料 而且它每一种语言的介绍 都不是敷衍的翻译 而是基于母语的准确示意 讲真 在搞人马合一这事上 马自达真的是头铁到可爱 你都不知道他是在POA别人 还是在POA自己 那么问题就来了 马自达的努力起作用了吗 通过财报看 好像是 我整理了马自达 从03年到21年的财报数据 从财报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08年金融危机以后 马自达的销量就开始往下走 到10年 也就是创始蓝天发动机开始量产的那一年 马自达的年销量跌破120万辆 达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 但在这之后 马自达的销量就稳步增长 在18年达到了153万辆 除了销量 马自达的利润也是稳步增长 除了在09 11和12年小亏以外 马自达非常难得的一直在赚钱 但马自达的销量增长却很慢 咱就拿他这个销量放在中国市场看 08年 马自达全年销量是126万辆 放在中国市场不光能当老大 而且比当年的冠军一系大众的销量 打个滚都不值 到18年 马自达全年销量163万 放在中国市场只能排第四不说 比第五名吉利也没多出来多少 结论就是 作用起了 但又没完全起 马自达创始蓝天这个剧本 只够养家糊口 吃香喝辣 远远谈不上 那他吃亏是吃在哪了呢 主要就是汽车电动化的速度 有点太快了 随着中美牵头的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加上百亿的补贴砸下去 电动车 从一个妖不可及的事情 在短时间里就成了一个摆在普通消费者眼前的选择 从马自达的销量变化上就可以看到 从08年到18年 虽然马自达的总销量一直在涨 但主要是靠美国 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称着 欧洲汽车脱缸的政策最激进 所以马自达的欧洲市场是最早开始往下走的 中国的电动车这两年也起来以后 中国市场也就不行了 要不是仗着它最大销售地美国的邮件便宜 马自达连这十年的增长都不一定保得住 其实哪怕是到18年 电动车加混动车 在销量上也完全没有撼动燃油车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 但人们对燃油车的信心已经发生了动摇 信心这个东西 你懂的永远是最重要的 那么应对加速而来的电动化 头铁宝宝马自达会怎么办呢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